再来带大家来关心 英国脱欧公投脱欧派意外胜出了 那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措手不及 涌入卖压拖累了台股表现 那今天台股开盘就一度下跌 不过呢包含了财政部金管会 还有央行部会首长 到立法院针对英国脱欧 对我方冲击进行报告的时候 就纷纷进行喊话 他们认为虽然英国脱欧的情势还没有明朗 目前呢还是需要持续观察 受到英国脱欧影响全球金融股市大震荡 台股上周五跟着跳水市下沙 一度暴跌三百点 就怕台股持续承受压力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就特地找来 三大财经部会首长报告因应措施 你们三位要不要先讲一下 对台湾的金融有没有信心 跟蔡元报告我们这个 目前台湾的上市贵公司 它的基本面都非常良好 所以有信心就对了 非常有信心 第二位呢有没有信心 我当然有信心 有信心 那我们第三位 我想我们央行经常处理类似的事件 所以没问题 包含财政部金管会及央行 部会首长纷纷表态喊话 对台股有信心 而27号台股早盘虽然一度下错 85点平盘下震荡 但跌幅没有超过百点 也比市场预期小 外界就猜测 很可能跟国安基金进场护盘有关 这个周末我已经跟行政院林副院长有密切联系了 那今天早上我有跟林副院长做过报告 那因为英国脱污的这件事情 目前其实还未明朗 所以我们还持续在观察当中 那国安基金 还有这个四大基金 跟公股航库都已经准备 就是高度戒备 国安基金五千亿应该 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可以应付 基本面良好 那股市运作健全 所以希望我们全体国民 全体投资人对国家的经济 对我国的股市要有信心 财政部表示因应脱欧冲击 四大基金跟公股航库都已经准备就绪 全力配合就市 国安基金五千亿银蛋也随时备战 必要时会立即召开委员会授权护盘 加上我国对英国贸易额不高 英国脱欧对台湾冲击有限 希望投资人不要过度恐慌 就台股政府打强心针 但能不能让台股止跌 关键依旧得看投资人信心 欢迎新闻江浅东黄云霆台北采访报道